前苏联科学家阿纳托利·贝格斯基 负责维护前苏联最大的粒子加速器U70 由于加速器出现故障 于是他就把脑袋伸进机器里进行维修 这时一个安全装置撕灵了 一束字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笔直穿过他的头部 他描述那一刻的感觉 好像看到了比1000个太阳还要明亮的光 但感觉不到疼痛 这束粒子使他收到了高达20万拉德的辐射 而一个普通人的致死量大约在600拉德左右 强大的粒子素使他头部两侧膨胀起来 粒子素穿过的两侧皮肤也都脱落了 他的大脑还被烧穿了一个微孔 发生事故后 他被紧急送往莫斯科的一家诊所 医生们也无能为力 认为阿纳托利随时会死去 但他最终活了下来 因为这些服饰主要集中在一束狭窄的 快速穿透头部的制作区上 而不是像大部分切诺贝利灾难 或广岛原子弹爆炸 受害者那样 全身暴露在核辐射尘埃中 而且由于人类的脑洞很大 所以主要的伤害来源是粒子 携带的能量与热量 再加上阿纳托利新云子爆表 这束粒子没有碰到太多的物质 直接从空气中穿过去了 当然影响还是有的 阿纳托利最终失去了左耳的听力 半张脸也瘫痪了 而且还经常发生癫痫 作为唯一一位被高能力指数暴头的科学家 阿纳托利的智力依然完好无损 在事故发生几年后 他还成功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担任物理实验的协调员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想收看更多其他事 欢迎关注小K 每件都会变新